我之前在外國外的時候 只要叫老外拍 他們今天拍的很爛 他們最常遇到的情況就是 就是風景超大的 就是太遠了 或者是 其實到底是要拍風景 還是要拍人 就是覺得手機畫素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但是如果要跟單眼比起來的話 就是可能景深不會那麼漂亮 你覺得用手機拍夜景 發生會碰到什麼樣的困難 就是因為太暗了 然後手機的功能沒有那麼好 所以通常 拍完還有再用濾鏡再修這樣 這樣子比較 比較漂亮 我們現在在補雁廷 然後你看真的風景超漂亮 但是呢 我們用手機總是拍不出 就是用眼睛看到這麼漂亮的風景 所以我們今天一樣 有請我們的達人凱哥 來教我們怎麼拍風景 以及你想跟風景合照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做 像這種就是 然後陽光在那邊 然後會曝光的話 要怎麼開才會跑出風景 現在在我們的這個三千S9呢 專業模式裡面有一個 新增非常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的光圈有1.5跟2.4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通常在專 我就選擇在專業模式裡面 然後選2.4的光圈 你可以發現 你看1.5很曝 2.4就清楚了 有沒有 然後我們在專業模式裡面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調 可以調整它的曝光 譬如說我想要亮一點 暗一點 有ISO都可以 對ISO都可以調 然後可以調色溫 什麼都可以調 你看非常的方便 你看是不是很清楚 超清楚 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在自動模式裡面 然後呢在設定裡面 開始HDR 它就會幫我們拍出很漂亮的照片 這時候就變傻瓜拍了 我們就別說要再想了 但在拍攝風景之後 注意 要對到焦 不是 它一定會有焦 重點是你的水平線一定要對自己 好 如果是這樣子的 是不是很噁心 它不是地震 我們有台風 好不好 事實上這個人家風景呢 一直是 一般大眾 不論是使用手機或使用相機 開設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事實上我覺得最主要的關鍵 就在於 人家風景 主要的重點 永遠都是人 那更會像大家拍照 都是要在 臉書上 要希望大家分享的 覺得自己很美 而不是風景很美 那如果你要風景很美 就不要拍人 既然家的人 人都要美 在構圖裡面呢 我們的主角 佔了比較大的面積 現在將近二分之一 好 我現在使用的是自動模式 使用自動模式 我們點臉 然後呢 這邊有個電燈泡 可以調整亮度 如果 一定要被要求拍全身的時候 我們就使用這樣的方法 因為 老實說 女朋友總是 很難滿足的 但是千萬不要 在這個時候呢 把人填滿了畫面 你會發現 同樣 你即使採用了比較低 的角度 相機位置 腿也沒有變長 風景也沒有拍到 所以 我寧可退遠一點 現在已經來到晚上七點 我們站在九分的山頭上 準備拍攝這個美麗的雨火 通常大家拍攝點點的燈火啊 用手機拍的話 真的會拍得很像鬼 但是 現在我現在使用三十夜之雪 完全沒有看過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大光圈 最大光圈 1.5 這麼大的光圈 再加上多重影像的疊合技術呢 所以讓它在暗部的表現 非常的優異 可以 表達出非常漂亮的色彩跟暗部 說真的 我現在是使用專業模式 大家看起來可能還 有點像晚上 如果我把它轉成自動模式 你看它又變成白天了 這就是可怕的三星 永遠沒有晚上的三星 大家看得出來 那個S9的螢幕跟現場的亮度有差多少嗎 現在呢 我們應該會有兩個畫面來讓大家比較 一台是我們專業的攝影機 另外就是我們的這個愛不釋手的S9 兩台都在同時錄我講話的畫面 現在已經晚上7點多 天真的很黑了 我相信 大家都看得出來 三星 太陽永遠都不會下山的 它永遠都這麼冷